开学了,在乡间的三个月就像梦一般 早上妈妈送我上学时,我还一直留恋在乡下的情形 到了校门口,有人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我三年级的导师 他看着我愉快地说,这学期老师不再教你了,安立科 这是我原本已经晓得,但被老师一提醒,我还是难过了起来 许多家长一手拉着小孩,一手拿着成绩单,接待处嘈杂的如同菜市场 一年级的小朋友都不愿进教室,一个个黏在父母身边 得半哄半骗,半强迫才行 有的是一进教室就跑出来,有的则因为找不到父母而大哭 老师们也是束手无策 我们班上一共有55人 从三年级一同升上来的,有15-6人 常常拿着第一名的戴洛西也在其中 新老师身材高大,头发花白 额上有皱纹,说话声音洪亮 盯着我们瞧的时候,目光就像是要看穿我们一样 而且没有一丁点笑容 哎,还有九个月应该怎么度过呢? 想到就讨厌 走出教室看见妈妈,我立刻奔到妈妈面前 抓起她的手一直亲 妈妈也高兴地亲亲我 并且说,按立刻,学习才刚开始,要用功哦 今天唯一感到的失望是 那位慈爱和蔼的老师不再教我们 学校不像以前,那么有趣了 开学的第二天,原本昨天觉得很严肃的老师 今天竟变得亲切起来 当我们走进教室时,老师已经在座位上 上学期被他教过的学生纷纷来和他打招呼 有的同学还走进教室和老师握了手才出去 由此可见,大家都很喜欢这位老师 老师点了名之后,叫我们默写 就走下讲台在课桌之间来回走着 当老师走到一个脸上出疹子的同学身边时 用手托起他的头,仔细看了看 又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并问他有没有发烧 这时候,后排有一位顽皮的同学 跳上椅子来玩他的布偶 老师正好回头看到 那同学马上跳下椅子 害怕地低下头,准备接受责骂 但老师只是用手摸摸他的头说 下次不要再这样啦 等到全班默写完毕之后 老师沉默地看了我们一会儿 然后用低沉而亲切的声音说 各位同学,从今天起 我们要相处一整年 希望你们都能好好用功守规矩 我自从去年母亲过世之后 就孤零零一个人 你们就等于是我的孩子 我爱你们 也希望你们都喜欢我 我不喜欢处罚你们 因为我希望你们都能以最真实的面目对我 让老师以你们为荣 现在你们不用回答我 因为我知道你们都答应老师了 对不对? 放学时,那个跳上椅子的同学 走到老师身旁说 老师,我下次不敢了 老师则摸摸他的小脑袋说 好孩子,快回去吧 今天早上,上学途中 我正和爸爸谈论老师所说的话 只见路人都朝学校奔去 爸爸疑惑地说 怎么回事,我们也去看看 只见到学校的厅坛 挤满了人 我听见他们说 可怜的洛佩迪 黑压压的人群中 我看见了警察的帽子和校长略凸的脑袋 后来又走进一个像是医生的身世 爸爸问他说 怎么了 医生回答说 一名学生被车子撞伤 脚骨可能碎了 原来 洛佩迪看到一个一年级的学生 挣脱母亲的手 在马路上跌倒了 这时候有辆车正好冲过来 眼看着小孩就要被车子压倒了 而洛佩迪却勇敢地跳过去救他 可惜 他竟来不及抽出自己的脚 有一名妇人从人群中挣扎着进来 他就是洛佩迪的妈妈 同时 还有一位妇人也跑过来 抱着洛佩迪的妈妈绰奇 他就是那名差点受伤的小孩的妈妈 不久 一辆马车停在校门口 校长把洛佩迪抱起来 洛佩迪的头扶在校长的肩上 脸色苍白 眼睛闭着 似乎在强忍着剧痛 在场的大人小孩都纷纷称赞 洛佩迪是勇敢的孩子 比较接近的老师和同学们 更是争相摸洛佩迪的手 这时 洛佩迪睁开眼睛问 我的书包呢 被救小孩的妈妈马上拿书包给她看 还流着眼泪说 我会替你好好保管的 真是谢谢你 校长小心翼翼的把洛佩迪抱进马车 马车慢慢驶离 剩下的我们都默默回到教室去上课 从那天起 洛佩迪行走都必须拄着拐杖 当老师告诉我们这项消息时 校长带来了一个皮肤有黑 浓眉大眼的小孩走进教室 校长和老师低声说了话之后 就出去了 老师拉起他的手对我们说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有一位从五百里外 格拉伯利亚 一个叫莱奇亚城市的意大利小孩 来和大家做同学 你们要照顾他 让他快点忘记离家的感伤 老师说着说着 然后唤了一声 戴洛西 你是班长 就代表所有同学 对这位新同学表示欢迎吧 于是戴洛西和那小孩握了握手 开朗地说 欢迎你加入我们 格拉伯利亚小孩 也热烈地回握戴洛西的手 坐在底下的我们都拍手喝彩 虽然老师一直说安静安静 但喜悦的神色 在他脸上洋溢着 下课时 同学们有人送 柏拉伯利亚小孩笔 卡片 瑞士邮票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对他表达了 友善之意 送邮票给格拉伯利亚小孩的就是我最近配的甘伦 他才14岁 但在同学中块头长得最高大 笑起来很可爱 人品高尚 性格又成熟 开学一阵子了 班上的同学也认识不少 其中有一个叫科里提的 我也很欣赏 他总是穿着茶色裤子 戴着猫皮帽子 说话很好玩 他的父亲是开木柴店的 曾跟随温培尔托王率领的部队打过仗 据说还拿过三个勋章呢 名叫纳利的同学 他驼背 身体虚弱 经常面无血色 那位叫华迪尼的 则常常穿着漂亮的衣服 还有一个绰号叫小石匠的 是石匠的儿子 脸蛋圆圆的像是个苹果 鼻头却像颗小毛球 他总喜欢扮鬼脸惹大家笑 他有一顶破破的帽子 却常常将他当手帕似的 卷放在口袋中 卡佩洛则有瘦长的阴沟鼻 眼睛特别小 老是把钢鼻火柴空盒等东西拿来卖 十足的商人模样 还有一个叫做诺皮斯的 总是穿着奇袭上衣 脸色苍白的好像病人 胆子很小 什么都怕 我从没见过他笑过 还有一个红发的小孩 克勒西 他的一只手残废了 据说他父亲去了美国 母亲在卖菜 坐在我左边的是师太勒利 粗短矮胖 几乎看不到脖子 不和别人说话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当老师说话时 他却总是目不转睛地皱眉 紧闭着嘴巴听着 如果这时候有人说话 头两次他还会忍耐 但第三次就会愤怒地站起来用脚踢人 班上还有一个行为乖章 长相狡猾的同学 叫做伍兰蒂 传闻是被其他学校开除 才转学过来的 在这些同学中 相貌最好 最有才干的 仍推戴洛西 但是我最欣赏的却是铁匠的儿子 活像病人的潘克席 听说他父亲时常打他 但他非常老实 和别人说话时 如果有冒犯之处 一定会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 常有一种亲切 而带着淡淡哀怨的眼光看人